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这个强国 这个晋国 我们说也不是很反乱 因为这个楚国除了这个时期 军事上他有很强的实力之外 还有更重要就是政治 因为这个楚国这个政治 在这场战争当中 政治这个因素 我们说不能抵救 例如说这个左专长就讲 讲这个楚庄王 是吧 例如说他先后征服过什么 中原这些国家 是吧 像这个陈国 郑国 宋国 是吧 征服了以后呢 这个楚庄王 立刻又什么 又用中采取比较宽大的一种一种策略 来对付这一战败国 所以这样我们说 他虽然是把别人打败了 但是他最后又对人家 又不是说太可可了 太厉害了 而且对他比较宽松 所以这一小国家 他自然他就会对这个楚国有种 多少有种感激之情嘛 对不对 并没有说趁我这个打败就把我全给吃掉 所以他这种这个策略有点那种以德服人的这个特点 所以这个 像这个他的这个敌人 这个楚国的敌人 这个晋国 是吧 晋国的 比较有头脑的一些这个 是吧 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高官 是吧 他们就说 说这个 说这个楚国有的时候 哎 他这个政策也搞得比较好 所以 楚国恐怕就是 这个 晋国很难对付美国的敌人 那么 当时这个中原就是 当时我们说这个南北两方是吧 最强的当然是一个北方的晋国 这个南方的楚国 但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什么 不如他们这么强的 但是 这个 他的力量也不弱 例如说东方的齐国 齐国我们前面讲过 因为他那个 得这个地理之变嘛 对不对 他这个占的地方很好 这个山东 平均山东大部分 是吧 他这个地方经济发达 文化发达 所以 这个齐国 我们说 他也是强国 在这个 这个 这个春秋时期 所以 这个前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齐桓公里 齐桓公里的时候 那 齐国就很强 在这个 当时这个天下 算是这个一等强国了 但这个齐国后来因为他内部有 这个 问题比较多 所以后来他 他没有能够保持 就是一直保持他这个强国的地方 所以他后来慢慢就不行了 当然不行 我们说 他也要比那些 正国 顺国 这一国就还要 要 要 要强大得多了 但是他比起这个静 特别是北方那个静呢 他总是要差一点 所以这个齐国 是吧 当时对这个 他尽管 我们说 他这个实力上 比这个静国差一点 但是他 这个齐国对这个静啊 又看不到 有点看不大气 觉得你 你也不怎么样 当然是比他强了 但就觉得 你比我强 也强不了太多吧 这么意思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静国又对他不满了 哎 你怎么敢对我这样 这个北方的这个 最强的这个霸主 我都有点这个藐视 是吧 甚至这个齐国 那个意思就是说 他也希望等于说 我跟你这个静国 我们两个再来比一下高下 也就是他不服 对这个静国 这个作为这个强国 不服 所以这样 在这个公元前五百八十九年 是吧 这个齐国跟这个静国 因为他们有这种矛盾嘛 对不对 因为齐国也看不起这个静国 静国当然也 也看不上齐国了 所以这两个国家 就开始大战于这个安这个地方 在这个济南附近 战争 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还打得非常激烈 双方打得非常激烈 因为这 这两个都是强 他们都是 都是 都是非常强的强国 他那个军队也都很厉害 对 那个非常激烈 然后最终 是吧 齐国战败 当然这个齐国 因为 也要想战胜静 在当时来讲 不太可行 因为静国 到底当时是 天下的这种 一等的强国 你要战争他 多亏 所以这个齐国以后 他也有数了 就在我现在 齐国 虽然我们齐国也很强 但你要跟你进去干呢 那还是不行 你不是他的对手 是吧 所以以后 我们说在春秋时期 以后这个齐国 就再没有这种打算了 想跟你进去什么 就比一比高下 没有了 自己就认识到了 认识到这种 我这个齐国还是比这个 静还要略输一筹 那么到了这个静国 这个后来这个静立功 立就厉害了立 是吧 静立功时期 是吧 这个静立功也是一个静国的君主里面 是比较有野心勃勃的一个君主 他就是想什么呢 因为前一阵不是这个 静国被楚国打败了吧 所以到这个时候 静立功的时候 他总想什么 他这口气有点叶不下去 我们这个静国是北方最强的国家 竟然被这个楚国打败了 所以他这个 还是想这个什么 把这个 把这一局旗再把它搬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静国因为这个 导向于楚 是吧 所以这个静国就是 当然这个对这个大国来讲 这是一个最好的借口 是吧 你这个 你敢这个什么 不服从我 你跟这个楚国去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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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投靠这个楚国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这个 这个派的大军呢 就是跟这个楚国一样 要决死战 那么所以这个 静楚的军队就在这个燕林 就今天河南的燕林 这个地方打 打了一大战 所以这个就是春秋的史上有名的燕林之战 这一支战呢 他也出了一些 特别在楚国吧 因为他也出了一些 他内部出了一些小的差错 例如说 他这个元帅司马直返 这个人好喝酒 在前线也是喝醉了酒 喝醉了酒 当时把这个 有重要的军机给他悟了 所以这一仗啊 打了结果 他打了败仗 你看一个主帅这个 是吧 他有 因为喝醉了酒 对这个军务有所疏忽 所以他就打败了 所以这个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 又是一轮 是吧 这个前一阵是 前一轮是这个 是吧 这个 这个 楚国是 这回是什么 楚国败 燕林之战是楚国败 所以这样好像循环了 来回的 倒来倒出 嗯 当这个晋国打胜了以后 这个 我们说的晋力公这个 这个君主 我们说他是有点野心 有点野心勃勃的一个君主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说这个 春旧时期 所有的国家 差不多的国家吧 是吧 这个国君他没什么权力 这个权力都在那个 就是贵族 这些大贵族 这个 这些事情手里面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并不是所有的君主 都可以承认这样一个 客观的现状 所以有一君主是什么呢 他总想什么呢 把这自己这个 这个 力 势力把它提高起来 全力提高起来 晋力公因为这个 战胜了楚国 所以啊 他这个有点这个 骄傲的感觉 觉得我这能外面这个战胜的楚国 所以他要回头来干什么呢 就是他回头来 去打击这个 晋国的这些大贵族的势力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这个春旧时期 这个规律性的现象 普遍的现象 就这个 呃 君弱城墙 所以这个 这个 像晋力公啊 他就想什么呢 想把他反过来 让这个 是吧 君强 陈弱 所以呢 他这个 趁了这个 因为打了胜仗嘛 趁这个战胜之余威 所以他准备来收拾这个 晋国的这个大贵族 所以他回来以后 他就把这个 戏是贵族这个姓戏 这家三个 三个贵族全给他杀掉了 这个很厉害 一下子呢 把这个三个亲 就是 那个地位很高的贵族 都杀掉了 那么还 她呢 晋国这个大贵族 不止这三家了 还有别的 还有卵氏 还有中黄氏 是不是 她也想把他这个 都趁这机会 后来又觉得 还是 还是不太好吧 别都把他去掉了 留几个吧 正因为这样 他 他没有能够这个 把这个斩草除根 所以呢 后来这个 鸾氏跟这个 中黄氏一看 兔氏湖碑嘛 对不对 那个戏是 这个三个贵族 都给这个 给这个金利公杀掉了 那下一次 可能就得轮到我们了 所以他们就先要手为强 他们起来 就把金利公给杀掉了 所以这个也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在 在春秋时期 我们说 他这个政治格局 是吧 很难改变 君主 是吧 这个权力不太大 掌持权呢 都在这个 就是这些 士卿 那个大贵族 当然 有些君主就是 不甘心这样下去吧 所以他也想改变改变 但是 就像这个金利公这样子 他倒是 杀掉了一部分贵族 但是呢 你不可能都杀掉 所以等一下 剩下的贵族 他还是会 起来把你给 给 撤掉 所以这个 就说明这个 整个这个政治格局 就是这个 很难改变过 他还是 到最后还是就是这个 君主若 陈墙 这样的形式 他还是 一直要维持下去 那么到了这个 公元前546年 宋国这个相处 他就提出一个主张 提出什么呢 叫迷兵 迷兵 迷兵 迷兵意思什么 用现代话说 就是和平运动 不打仗 因为我们说这个 春秋时期是吧 这个各国之间这个战争太多了 经常打 大国跟大国之间打 小国跟小国之间打 对吧 这个战争不断 战争太多了 所以就像这个 宋国这个相处 因为这个宋国提出来 他也有道理 因为宋国 他是个比较小的国家 对不对 但他在那个 当时是很倒霉的一个小国 因为他经常被这个两个强 南北二强 经常被他们这个 什么 这个欺负 所以这个 他就主张说 他就站在他那个地位 他这个地场 就希望来个和平运动 不要打仗 那么当时这个提出来 我们说要不打仗 一个什么 一个 这个世界什么 不断是在打仗 突然你要把这个战争停下来 是吧 这个我们说也不太容易 为什么呢 所以当时就 就有些这个大国 就就就 有些人就 就对这个事情就 发表意见 说这个战争 说这个战争当然不好了 战争那个是吧 大家打了 花了很多钱 死很多人 但是呢 你要想想 这个战争 在某一方面来讲 战争又是什么 不可缺少的 为什么 他说有很多 这个小国家 他就是靠这个战争 他那个靠战争 他那个统治 才能够维持住 你假定说 一旦没有战争了 这些小国家 是吧 内部他这个矛盾就起来了 他就得不到安定 反正是 在打仗的时候 是吧 上下可以这个 同心合力 一起来这个 对付这个外敌 所以内部这些矛盾 就变成次要 你如果一不打仗的话 内部矛盾 一起来 你这个小国就得 内乱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停战 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有些人 但是当时也确实就是这个 迷并运动啊 还是实现了 那有原因 有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 靖国跟楚国 这两个就是 最有实力的这个强国 是吧 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他们都有这个 就不愿意这个 轻易去打仗的 这样一个 一个因素在那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是吧 这个 靖国两国 而且他们两个 这个力量也差不多 反正你要 谁要把谁打败的话 也不太容易 是吧 所以他们也觉得什么呢 特别是这个 它这个 内部是吧 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 例如说这个楚国 南方的楚国 它有什么问题呢 新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就在长江下游 就是像今天这个 江苏这个 这个苏州无锡在代 这个时候一个小的国家 吴国 开始出现了 这个国家 本来是默默无名的 中原这个国家 大家也不太知道 或者跟他 没什么关系吧 是吧 但到了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 哎 这个国家突然 这个强扭起来了 强扭起来以后 他这个 当然还有个国家 就五国旁边 还有个越国 是吧 也开始强扭起来了 这个五月两国 哎 他们开始 这两个国家又开始斗 五月之间斗 另外呢 这个像这个五国是吧 他也是很有野心的 嗯 他 并 并不满足于 就在这个 今天长江下游这一带 是吧 他希望什么 也把他的力量 什么 这个 把他这个 伸向于这个 中原 中原 特别是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长江这个 中上游是吧 这个楚国 楚国 是楚国了是吧 所以他就 跟这个楚 捣乱 他经常跟楚捣乱 所以这个后 在春秋晚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 楚国虽然我们说 他是个很强的强国 但是他的后院 到现在不行了 后院就出了一个五国 经常就跟他捣乱 所以这个楚国就有点 有点那个挠头了 是吧 他老是这个 后院他那个 后院不安宁 是吧 经常有五个跟他 那个找他的麻烦 所以他 这个时候他就不太 是吧 不太有心思到中原去争霸 跟靖国去干架了 他不赢 他现在要防着防着他 他要后院 后院现在是火了 对对对 这是这个 那么这个 而且这个时候是吧 我们说 当时这个国际间的关系 是吧 我们说这个国际间 在历史上是吧 跟这个现在 从这个道理上来讲 都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是吧 五国起来了 五国强盛起来了 经常去跟这个 处这个捣乱 那么这个 作为这个 楚国的一个敌人 是吧 靖国 靖国就看上了这点 觉得这个 对他来说有利 为什么呢 他就希望 我的敌人 那个背后 他还有一个敌人 跟他捣乱 这个对 我们说这个敌人 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用这些话 是吧 这个靖国 他就什么 慢慢 他就要去 去帮助这个五国 去支持这个五国 甚至这个挑拨 甚至挑拨 这个关系 就希望什么 哎 你去打楚国 我来支持你 所以这样这个 是吧 所以这个之前 这个关系就很复杂了 是吧 这个五国 去拼命这个 去找楚国的麻烦 那么靖国就利用这个 是吧 哎 正好 利用这个五国 来削弱我的敌人 这也是我这个 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对吧 所以这样来我们说 这个国际战争 出现了这种复杂情况 所以这样我们说 这个楚国跟靖国 他们两个就 特别像楚国 在顾不上 就去跟这个靖国打 他主要的 当前的这个危险 就是要防范 他后院的这个五国